作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横根悬差万里的风沙 打破千年不变的神话 一场呼啸 苍穹的腐杀 一面诗学 一面独间 一步一步 踏破执念和剑 风声逃逃 心变萧萧 江湖南河 风力不过一支锦桥 命运不消 天地盈傲 谁说繁星 不见恩怨何时遥 自信难了 魂追不消 此生难了 温柔情仓 你瘦 一石之之 你瘦 啊 你瘦 告诉我 你是思春了 春在哪里啊 我只不过是累了 过来静一静 累了可以调戏打坐啊 你又不是平常凡人 修为再高 哪指得住心累 你怎么了 想问爷爷了 我还想到 刚来到渝都的时候 春光明媚 原本以为来日方长 结果却是事实不成 嗯 事事如流水 你只要知道自己所做的 往前看就好了 没想到 你年纪比我小 想得却比我通透 那当然了 我和爷爷云游四海 闯荡江湖时 你还在青云山里打呼噜呢 对了 今日我接到小凡的来信 说他们找到了第二卷天书 只不过这天书 被鬼王踪夺了去 他跟着碧瑶去夺天书了 萧师兄和清云回了清云 我怕小凡他 你怕什么呀 碧瑶姐姐 是不会伤害小凡哥哥的 这世间啊 凡事都讲究一个缘分 而他们的缘分啊 早就纠葛在一起了 有这种牵绊真的好吗 小凡他曾经跟我说过 他所坚持的事情 哪怕失去希望 拼到性命的最后一刻 他都会坚持下去 不会放弃 他是不会背叛清云的 所以早晚断的 是他们俩的缘分 这缘分啊 哪是说断就能断的呀 你还记得在戏台上 碧瑶姐临时改的结局吗 我不管 什么是正 什么是谋 既然相爱 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如果他们非要杀你 那我宁愿放弃这身份 与你生死不弃 世事无常是没错 可这人心的力量 也是难测的 我总觉得 小凡哥哥和碧瑶姐姐 不管是不是能在一起 他们都会如戏台上演的那般 拼尽全力去争取的 你说的没错 人定胜天 他们争取他们的 我们努力我们的 想通了 如此可教嘛 想通了 主审 你这见面的场面 还是一如当年哪 想不到常参堂主 竟如丧家犬一般 真是可怜 你不是毒神 那你又是谁 无名之辈 不值一提 在下只需堂主告知 天书在鬼王宗 还是青云弟子手里 笑话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请慢 我可以告诉你 但我怎么知道 你不会杀我灭口 堂主多虑了 在下不仅不会杀你 还会好好替你 向你的那些仇人 套个公道 沈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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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身在情长在 畅旺江头江水盛 你这满身杀气 是要去找张小凡吗 碧瑶是我鬼王纵少主 说节就节 说走就走 事后还若无其事 借口气你一验得下去 我验不下去 张小凡劫持碧瑶 确实有错 不过他几次舍命相救碧瑶 这世上 也见过几个真心对待 为了碧瑶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之人 就算你开了杀戒 消了气 杀了张小凡 你觉得碧瑶 她会好过吗 赌不如输 碧瑶她自己会想清楚的 就是你一味纵容 碧瑶才受此伤害 你身为青龙圣使 连身边的人都护不了 定海庄一战 更是处处受陷于人 你把我们鬼王宗的颜面 置于何地 颜面 颜面能值几个钱 尤姬 你可曾想过 碧瑶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她年纪尚轻 想不清楚 也很正常 只为勤固 虽死不回 痴情重 我派禁房 入得我派 只为勤固 连一身血肉 也可奉为牺牲 究竟有谁怕死 最怕的是 这一生里 从未有过片刻开心 陛妖 她迟早会想清楚 你自己看着办 走了 恢复得不错嘛 看来是碧瑶 为你熬的药 你喝了 药是碧瑶熬的 他人呢 恩将仇报 那次在定海庄 你和林京宇 将碧瑶出卖给豫阳子 这事我还没找你们算账 要不是看在你 为了救碧瑶不惜性命 这事没那么简单 出卖碧瑶 那日我问过碧瑶 他是在安居客栈 被人打晕带走的 那天在客栈的人 除了你和林京宇 没人知道他的身份 绝对不可能 京宇是绝对不会 出卖碧瑶的 难道是萧逸才 他为何要与豫阳子勾结 请留步 你我势敌非友 你还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一 我会去找碧瑶 为失业之事向他道歉 二 天书是我们两个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朝他动手的 你就不怕我夺取 你体内的天书吗 要是落在鬼王宗手里 你今天就没那么容易逃走 我若是现在就走 除非碧瑶答应我 不会用他复活受身 不就做伤天害理之事 我交给他又有何妨 不过你能担保吗 他们朝西南方去了 如果你现在就走 兴许他们还没到达胡锡山 行了 打晕碧药交给玉阳子 小心消易财 走了 竟还装医医 内息一直不稳 那解药肯定也受到影响了 是 师兄你怎么了 哦 没什么 忽然有点不大舒服 我去打点水 我是 尉 娘 你 你要 你 你 你 不是 那么 你的 这 当时我就奇怪 你碧瑶的身手 怎么会被 长生堂的人所负 定是有人出卖 张晓凡和林京允 自然不可能 不是你又是谁 到底有什么计划 说 当时 玉阳子 以我两位师弟性命要挟 要是我不交出碧瑶 玉阳子就不让他们 活着离开山床 所以我在 照你这么说 你还是个好人呢 况且 我要是骗了你 就没有解药了 你要是不信 你就多说吧 亮你不敢说谎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绝对不会饶你 我现在就需要你 做一件事情 回到青鱼门 想方设法取得 所有人的信任 成为最有声望 权力最多的弟子 这个 不需要我教你吗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知道太多病了 那么解药呢 解药我自会 按时找人派给你 记住 你只是我派的一颗棋子 而棋子需要做的 就是服从操纵者的指挥 就是服从操纵者的指挥 莫叫妖人 今日之主 有朝一日带我掌管青云 后领阴下 尽让你们百倍还来 你可知上次 碧瑶是怎么落入玉阳子手里的 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晕的 我从来就没有说过她是被人打晕的 我 我只是听说 师兄 你还要欺骗我们到什么时候 我和小凡如此信任你 你为何要跟玉阳子勾结 把碧妖交给她 静语 他们都是魔教妖人 居心捕测 是 是我把妖女交给玉阳子的 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自相残杀 可你和小凡倒好 偏要与他们纠缠不清 才会害自己陷入困局 我忍辱负重两方周旋 在玉阳子面前卑躬屈膝 好不容易救下你们的性命 丝毫不知感激 竟然还要来指责我 原来你一直在想 鬼王宗和长生堂互相残杀 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碧妖真的被玉阳子所杀 那岂不是伤害无辜 我和小凡一直敬重你 视你为兄长 可如今你的所做 并非我正道中人所为 你不用说了 是非对错我自有定度 你们说我一味隐瞒 那你们呢 张小凡早就身负天书功法 你知情不报是何愿意 原来你早就知道 天书在小凡的身体里 只是包不住火的 若我回到门中 向师们如实交代 你们与魔教妖人私相授受 私藏天书功法 与魔教妖女纠缠不休 此等罪苦 必然会让你们遭到 师们的重罚 小凡并非想私吞天书 他一直想把天书 从体内逼出来 他之前在猎户人家 遭到寿人袭击 那寿人肯定知道 天书在小凡的身体里 如今魔教都想夺得天书 如果越多人知道 天书在他身上 就会对他越不利 我理解你们的苦衷 所以我才一直没有挑明 静语 你知道当年 我是怎么混进魔教的吗 为了不被人发现 我身负清云功法 我挑断了自己全身的经脉 什么 我一心一意志为正道 即使散去全部的修为 我也不怕 因为我知道 清云是不会抛弃我的 我为了取得魔教众人的信任 受了多少苦 你们知道吗 魔教众人恨毒无比 当年我一进入魔教 便被灌入致命的毒药 这些年毒素犹如复古之躯 时长发作 痛苦万分 为了不让师门担心 我根本就没有禀报 因为我觉得这些苦对我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静语 我跟你说出这些 不求你能理解我 只是希望你不要误解师兄 我对魔教恨之入骨 是断不会与他们为伍的 师兄 是我爸 我误会你了 我们现在回青云门 掌门道法高强 他一定可以解你身上的骨毒 我已运功压制住毒性 暂时没有大碍 等回到师门中 我会向掌门一一禀报 我会向掌门 放心吧 小凡身负天书功法之事 我也会帮你们瞒着的 多谢师兄 你们是我看着入门的 我自然也会向着你们 现在只希望小凡 能够尽快追回天书 早日回到师门禀明一切吧 早点 碧雅 你一路拖延 是不想回胡锡山吧 不想回胡锡山 碧雅 当年幽仪受了不少苦 不想你重蹈覆辙 但是我又想想 青龙说得对 这么多年来 你已经长大了 你终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如果你一心往下走 我绝不拦你 倘若 你有一丁点儿顾虑 你也好好想想尤仪说的话 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尤仪 我不知道与小凡的相识 是对还是错 对于我 是好还是坏 可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若我爹拿到天书 一定会死很多人的 碧雅 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 复活兽神的事 我都知道 须得肉 血 朕 零 死者缺一不可 烈血堂的年老大 万毒门的毒神 长生堂能御养子 他们身上都有兽神之血 所以我爹 他一定也有 你还知道多少 天书就是阵法 是不是 肉则是被选中的 作为复活兽神的躯体材料 灵 则是散落在世间的兽神之灵 我在低血洞里 黑心老人 和精灵夫人的幻想中看到的 这些都不是你应该知道的 爹是不是选中了张小凡 作为复活兽神的具体材料 所以才迟迟没有 取出他体内的天书 没有那回事 他早就安排另外一个人了 那是谁 爹肯定在仇武 无论如何 爹一直不择手段 想取出天书 就是为了复活兽神 兽神在先 也必定会像张小凡 他们说的那样 天地浩劫 生灵涂炭 碧瑶 你不要再被清云 那个小子所迷惑了 兽神从古至今 都是我们各派的统帅 唯有兽神出现 我们才能强大 当年连番作战 内部分崩离析 抖制的惨剧你知道吗 所以尤怡 你也是知道的 等你回到胡琪山 有什么想问的 你爹自然会跟你解释 你要去哪儿 随便走走 他要落山之时 必须回来 否则今夜就无法 在三浮镇落脚了 早知道就不应该相信他 这小丫头 有什么事 或许三浮镇 在这小丫头上 何人 去吧 去找碧瑶 去吧 去吧 老头子 多吃点啊 老头子 多吃点啊 来 亲一下 来 亲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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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 好 我呀 我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拼死也会阻止他 你若是觉得张小凡不错 将他招致鬼盲踪 又有何方 虽然他为了你 能拼上一条性命 可是他的原则不必 你俩始终不是一路人 不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等等等等 客官 有什么事吗 小儿端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 穿着绿衣服 大概这么高 没看到 本店哪 没有住女科 当然了 没事 啊 愁妥之夜痕 此情难可知 当时已分枝 啊 重逢半生枝 两情笑月时 谁也乱别列子 一君一匹笑容 怎我长相思 千半死无忧 谁人能自知 谁也ayıt 谁人能of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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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人能一世 谁人的 谁人能ofür 谁人能够 谁人啊 小二 来了 客官 你有什么吩咐 麻烦你 按照上面的方子 帮我开几副药 小宝乖啊 别乱跑啊 这是按姑娘的吩咐 在天河医馆买的药 有劳了 公子 您吩咐的事 我都办好了 谢谢 谢谢公子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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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会跟来 碧瑶呢 我也在找她 小子 从今往后 你不许再纠缠碧瑶 否则下次见面 休怪我剑下无情 等等 你们没有回湖西山 为什么会跟她走散 还有 为什么青龙不在她身边 到底怎么回事 你再跟着我 我一剑杀了你 没有找到碧瑶 我是不会走的 这世上 你见过几个是真心实意 为了碧瑶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辞之人 张小凡 你不要再执着了 这样必然只有一个下场 那样 碧瑶也不愿意看见 我知道 只要我去湖西山 果王一定会杀了我 取出我身上所有的天术 你不怕 怕 但我宁可自我 也不会让他拿到天术 碧瑶曾经说过 果王宗的人 不是那些滥杀无辜 是显成性质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一旦天术再写 受神复活 世间又有多少人会死去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把他救给清云吗 我会说服碧瑶 求他帮我取出所有的天术 然后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让他永远不会被任何人找到 你这样做 又有什么好处 没有 至少这样 世间就不会再有那些打打杀杀了 碧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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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too hat 好 我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我经过这儿 向殿小儿打听过 没有女子住店 你被骗了 快去找人 里边没有人 那我们分头找找 这个人有定作 怎么样 找我们去做的 今年我们终于 哪里 能相聪明 把人帮到 我们再走 边编之前 你会有山派 有些人 怎么会打不开呢 你是故意的吧 这里头能取出天书 我问过玉阳子 天书确实被收在伤心花里 你若不信的话 可以去找碧瑶 师父让你取天书 不是我 况且师父他还重伤未愈 特意提醒过我们 万毒门暂时还不想和鬼王宗的人 起正面冲突 那就容我继续再想想办法 师兄 是 现在你不仅没取回天书 而且还惊动了幽姬 师父若是知道了 恐怕你就完蛋了 我这就去找碧瑶 设法打开伤心花 师弟啊师弟 谁让咱们是师兄弟呢 也罢 我去帮你引开幽姬 麻烦你 尽快设法取到天书 否则 你就亲自去跟师父交代吧 颁心花 我把你改变了 我把你扣翻开 背后 年轻人 我才能做生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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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看到碧莹 碧莹房中有蜂茄子 药里掺了川胸 会让人昏睡无力 那个殿小二也是中毒而死 身有毒的猛盘 万毒门 碧莹可能已经被抓了 事不宜迟 你到附近找找看 我去万毒门走一趟 好 那 他 他 那个 那个 是 他 有 他 他是 他 他 是 那 他 呜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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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起来笨笨的 没想到还会随身带着盐呢 我下山的时候就带着了 就怕那天啊 要在外面留宿 正好可以用它 来做些好吃的 没想到啊 今天就派上用场 你这样倒像个厨子 不秀什么名门正派的弟子啊 记得刚上清园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会 就像一个大笨蛋 只能做些好吃的 都师父十年开心 现在应该是六师兄做饭吃了 师姐一定不行 不过现在师姐有齐昊师兄 他应该不用下山再买点心了 你跟你那个师姐 关系很好吗 我记得那是在 避火天冰湖的时候 你也冒死救过他 当然 他是我师姐啊 行了 可以吃了 你闻一闻 香不香 挺香的 小心 烫了 却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孩 这么着急 那你拜给我 来 小心烫啊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你喜欢吃啊 以后我每天烤给你 以后 好 好 好 做好 嗯 好 有染啊 好 好 你也带了其他人 你啊 不的 本来 那你滚了 我 这个东西 我 是他的名字 那微光能否照亮寂寞 听雨深定 看花开几朵 谈昨日怎么只剩过 难断的青涩 某种的难过 一场梦谁都无法触摸 我醉在城市中恍然若梦 睁开眼时光交错 一分清照了光 一颗心照了光 谁为谁是魂落魄 谁是魂落魄 是光的梦 难化的梦 留爱不要太多 情开一朵 爱难领没 用我一生陪你挥霍 收到红星都坠落 一分清照了光 一颗心照了光 谁为谁是魂落魄 时光的梦 难化你我 留爱不要太多 情开一朵 爱难领没 有我一生陪你挥霍 收到游戏都坠落 出口 滘楼 不不可以 愿者 ła 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